工作一年又到了尾声,每到年底往往会有一波转职潮,想离职但不知道怎么面对主管,但要怎么做才不会得罪人。 要交接,要写离职信,还要有预告期,今天就让YAS小编来教大家正确的离职攻略。 首先是离职预告期。 不管是打工或是正职,根据劳基法第16条一年资有不同的离职预告期,工作三个月以上就不能报备离职后直接走人哦。 如果没遵守预告期离职造成公司损失,雇主还是能请求赔偿,且要注意劳动契约有没有离职预告期相关规范,所以好具好三建议离职还是尽量提早告知。 离职预告期的计算是从告知离职的隔天开始计算,且韩国定假日,闭假日及特休。 如果公司违反规定则可以不告知直接离职。 劳基法第14条规定,发生以下任意情形则劳工可以不用预告离职。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不要多想直接走人吧。 离职一定要交接吗? 交接是属于劳动契约的附属义务。 虽然是义务但并无相关法则,公司也不得为此扣薪水。 但是跟预告期一样,如果因为交接产生公司业务上的损失,公司可以明示诉讼请求赔偿。 另外如果公司的劳动契约有明确规定交接事项,这时候为遵守交接可能就会有违约金。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趁着预告期好好交接一下,以免让接手的人无所适从哦。 一定要写离职信吗? 离职信或者辞呈不是必须的,但写好离职信不但可以让主管留下好印象好聚好散, 还能作为前面提到离职预告期的书面证明。 离职信通常要铭记离职日期及告知日期,建议可以先口头告知主管后再给一封离职信会比较得体哦。 没修完的特修怎么办? 如果离职还有特修没修完,会照常将未修特修换算成工资补发给劳工。 此外修特修是劳工的权利,雇主不得要求员工在离职前把特修修完。 当然如果交接完想放个长假,也可以把特修排完没问题。 公司找不到人可以要求延后离职吗? 根据YAC23求职网兔年离职潮与企业留财计划调查显示, 65%劳工提出离职后曾经遭遇公司刁难, 最常遇到的情况是已找不到人为理由,要求延后离职日。 虽然不少人被刁难过,但劳工是可以自行决定离职日, 只要告知雇主后即可生效,雇主不得干预只能透过协商的方式寻求共识, 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可更改离职日期, 且不能以扣薪或其他不利劳工的方式强迫更改离职日哦。 以上就是一按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离职攻略, 有任何问题或是想知道其他职场知识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